歡迎大家來到這一個講座 想知道大家到目前為止開心嗎? 誰能跟我們講? 我跟兩個主題講員不一樣的 我出生不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 我名字叫李緬群 我出生在台灣9歲的時候 從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雖然我是在台灣出生的 我是看起來像一個中國人 我跟那個美國弟兄完全相反 他外面看起來是外國人 裡面是非常中國 但是我是外面看起來 中國人物裡面非常外國 在24歲的時候 我參加一個類似這個樣的退休會 在那裡我成為了基督徒 就想跟大家講的 在那個退休會 禮拜一到禮拜五 禮拜三的晚上我做了絕智的禱告 對我兒女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在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 她碰到這個可愛的女士 那個禮拜四的早上是我們倆的第一次有交談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你在這裡可能也會碰到一個人 將來會成為你的配偶 我們倆已經結婚三十年了 對我來說 我還是發現這個女士非常可愛 我只能夠祝福一下 你們享受這個旅程 就像我們一樣 有很多上升 但最後一個很幸福的旅程 我希望你們像我們一樣 能夠找到一個好伴侶 雖然在婚姻的路途裡有上有下 但是她是一個美好的旅程 我們的時間很短 十二點十分一定要結束 所以我會講得很快 雖然沒有太多的時間互動 可能在講完以後我們可以聊一下 我很高興我的妻子在這裡 因為我一個人在上面 有時候覺得有點孤單 尤其是這個題目 我們叫它火邊小談 這只是跟你們講心裡話 就好像跟我們自己的孩子講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的火爐 所以這個是我的火爐 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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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親密的關係 當神找我們的時候 讓我們裡面有極大的需要 需要有很親密的關係 今天我們也會談愛 每個人都講到愛 到底愛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也會講到性 到底性跟愛中有什麼關係 最後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在尋找愛的道路上有這麼多的大翻車 這應該是一個很美的道路 但在這條路上 我們看到到處都是車禍累累 這個跟人生其他的東西在尋求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碰到這麼多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講得很快 請攜帶你的安全帶 我們第一個要開始想尋求愛 從聖經裡面看你是怎麼樣照不配照的 聖經很清楚地告訴你 你不僅是你的思想 不僅是你的身體 你還有一個更深的東西 你裡面有一個靈魂 裡面有心 裡面有感情 裡面有靈魂 所以當你只餵養你的身體 或餵養你的思想 它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心裡還渴望要一個更大的東西 這個需要是跟關係有關係的 關係有關係 所以我們是找一個靈魂上的伴侶 有一个深深认识我们的人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要找一个我只是在想 他就可以帮我说出来的人 爱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来谈的 如果你去Amazon查一下这些书的话 讲到天堂有二十五二本 讲到钱有一万多本书 讲到性有一万六千多本 但是讲到爱就比他们其他累积起来都更多 它实在是一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作品 当我们要想到爱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点想起 有一个人叫Holmes他就说 爱是那个使人生得到快乐的那个门的那个钥匙 有一个选择 马格特文是应该说爱是什么呢 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要去得到的东西 另外一个人就讲说人类活着的话 唯一可以使一个人不发疯 唯一使一个人正常的就是要有爱 这个是完全的真正的真实 因为这是从网络书上的 它说 很多的理想法 最主要是在生活的目标 就是要幸福 而且只有一种幸福 在生活的目标 就是爱和被爱的 网站的百科学书这个样讲说 根据很多的哲学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快乐 而且要得到快乐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爱以及被爱 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都渴望 都饥渴这个爱 到底这个爱从哪里来 爱虽然是正要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觉得它有点神秘 但有时候又觉得它捉摸不定 我们想要了解爱 到底这个爱的需要 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的话 你可以看到人需要爱的根源 从哪里而来 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 因为时间关系很快 为大家念一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渔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男照女 所以我们是照着形象照 神的形象照的 当神形容他自己的时候 神的位格是一个复术位格 这很有趣的 在习近平时 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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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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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神就是爱 爱是一个关系性的 关系性的 所以一个人不是他每个可爱 但是在神的三位一体之间他就有爱 神虽然是独一的真神 但他也是一个关系性的神 他虽然是很深奥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原理 就是人是需要关系的 创世记里二章第七节 非常重要 请听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照人 将神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 名叫亚当 他用泥土造了一个人 然后他用他的气吹到他的鼻子里 然后 然后 这个人就有了什么 他有个名 所以人不仅是一些化学护质的合成 他里面有一个灵 灵魂 当神造人的时候 你跟你讲那幅图画 他是把他的气推进人的鼻孔 所以人是所有被照屋中间 是神用一个吻把它造成的 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人的心里有很大的饥渴 所以在人的心里有很大的饥渴 就是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在创世记里如果你有读过的话 发现神叫了一个男的叫亚当 女的叫夏娃 在一个很美的地方叫做伊甸园 如果你看创世记第二章十五到十八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 大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仗义的配偶帮助他 所以这一个人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 有美好的树 有各式各样的果子 还有神给他红在 他还需要什么呢 但是神却这个样说那边独居不好 所以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别人的 所以在这里他说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看到神造人的时候 神给一个人很深地需要人际关系 大概你知道这一个故事 就是神使亚当沉睡 然后从他的肺椅子造了一个女人 在22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去做的乐骨造一个女人 領他到他那裡,那人跟前 那是一個很棒的時刻 你希望那裡有一個視頻 我們希望能夠看電影的時候看到這一刻 亞當在這個美麗的園子裡看到各式各樣的動物 然後就看到這個女人 這一個看起來很像我的人,但是我從來沒看過的一個 他一看到,哇,這個真棒 他說了什麼? 他就對著這個女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富吉亞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你看到這裡的文字 在這裡這些所形容的是一個極親密的關係 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是一個非常親密的人 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所以聖基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非常親密的關係 什麼叫做親密? 最好的定義就是認識跟被認識 我們需要深深地認識,也深深地去認識 就好像赤身露體,卻不羞恥 就好像二人成為一體,那樣親密 我們心裡有很大的熱烈 要認識和認識 所以我們知道在每一個人的心裏都有這麼大的極限 我們需要被人家了解,我們需要被人家了解 我們需要赤裸裸的就是像我這個樣的一個人 但別人會接受我 二人成為一體,這好像是一個性的行為 但是它要比定的更深 是兩個人全人的聯合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很清楚,當神照我們說 我們需要極親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對於親密的定義是認識及被認識 這個詞在希伯萊斯叫Yada,是一個非常深深的認識的一個名字 在這裡講說Yada他的妻子,他們倆就有一個兒子 是一個非常親密的、連接的關係 所以他所用的文詞是非常二人成為的 但我們可以想一下,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人可以達到這樣親密的關係呢? 你覺得在你的周遭,你容易找到這個樣的關係嗎? 容易嗎? 如果你很容易,你需要我怎麼去做 為什麼?我們都承認不是很容易 但為什麼要找到這個樣的關係,這樣的困難呢? 我記得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在高中最後一年我們有一個畢業舞會 在我的數學課裡有一個女孩,我得喜歡她,所以我想邀請她 但我從來沒有要一個女生跟我出去過,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拿起電話,我撥她的號碼,我馬上就掛起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怕被她拒絕,甚至她都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要有親密的關係很重要的就是,第一個,我們知道自己會被接受 第二個,我們知道我們不會被拒絕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保護的環境 雖然有時候不是很容易交到好朋友,但你不交到好朋友就覺得很珍惜 因為這個人成為你的一個安全感 一個認識你的人,而這個人你也認識他 你對這個,你可以純純實實地,你可以非常地開放 這一個小圖畫是我們去了很久里德嘉的教會前面的一幅畫 我非常喜歡這個畫的象徵 為什麼神要設立婚姻? 婚姻現在不是很流行,有很多人都說我們幹嘛?我們不需要結婚 人現在結婚的年齡越來越遠 人現在結婚的年齡越來越遠 人家住在一起不結婚,他們說我為什麼需要一張紙來證明我愛你呢? 但是為什麼神卻要設立婚姻呢? 我記得我還不是基督徒之前 我也在想,婚姻真的是一個無極之談 我怎麼可能應許說我一輩子就愛這個人 我都不知道將來會是怎麼樣 我怎麼能夠拒絕所有的女人,我還沒碰到她們呢? 但是神卻這麼樣地重視婚姻 在聖經裡神沒有設立很多的機構 神非常清楚講到國家,神講到教會,然後神講到婚姻 但是神卻沒有比方說講到學校,雖然我自己是教授,學校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也沒有講到博物館以及其他很重要的東西,但他強調婚姻 因為婚姻就好像這幅圖畫一樣,他給了一個保護膜 就是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而在這個地方你需要負責任 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復旦氣一樣,在這裡孩子也在那裡成長 他講到說在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對於外界冷庫世界,這是他們的避風港 他也是在這個小小的環境之下神使得你在這裡要有突破的成長 不想問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幹嘛要結婚?結婚實在太困難 你看統計告訴我,50%的人結了婚都會離婚,而其他50%沒有離婚的不見得快樂 因為有一些人他自己的父母離異,他自己的家庭不快樂 他就說,我為什麼要讓自己進到這個樣的情況呢? 所以希望跟大家講說,請你要知道,婚姻的本身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剛剛那個牧師講說,然後呢?然後呢? 那你結婚了以後,你也戀愛了以後,然後呢? It's only the very beginning 結婚只是一個開始 但它是一個不同的旅程 我常常跟我的博士生說,如果我們有很好的一個博士program的話 這個會改造你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中,你沒有被改造的話 代表說我們這個program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A good marriage will change you 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個好的婚姻會改造你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changed, mayb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not marry 如果你不願意被改變的話,你要考慮考慮你是不是合適結婚 Because it takes you from a much more self-centered type of world where you don't have to be that accountable to other people to a world in which you actually have to be God-centered Because you will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that you can handle on your own 因為它可以把你從一個自我中心的一個生活 就是誰都不需要照顧的那個 改成一個你實在需要神的 因為你在這一個環境之下 你需要照顧別人 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個環境 你要到一個關照別人的那個環境 因為在婚姻裡你必須要關照別人 I want to talk about marriage first Even though we're talking about dating Because thin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become 雖然我們在這裏講到交友 但是我覺得在交友之前必須要講婚姻 因為交友的目的嘛 對不對 The Bible talks about marriage very straightforward very obvious key things 聖經對於婚姻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地有重要的 The marriage is something instituted by God It's God's idea 第一點就是說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所以是神開始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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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is that it's exclusive You don't share For a while in America 1960-1970 was open marriage So we swap things including your partner It doesn't work 婚姻博士 婚姻絕對是一對一的 OK 婚姻不會像1960年開放性的 婚姻絕對是一對一的 它是一輩子的 And it's to be honored by everyone Meaning you respect somebody else's marriage You know in other words If someone's married And that person's very attractive Forget it 你必須要尊重別人的婚姻 要尊重別人的婚姻 要尊重別人的婚姻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非常的吸引 但是那個人已經結婚了 你必須要尊重人家 Let me tell you a joke I think it's a joke I think it's a joke There's a cab driver in Chicago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在芝加哥有一個開紀念車的 他這個紀念車 他有一個客人在他的車上 他在開開開有一個紅燈 他就闖了紅燈 那幾隻車的客人說 那個是紅燈啊 你剛闖了紅燈 他說沒有關係 我的兄弟們都是這樣做 他又有一個紅燈 他又把他這樣闖過去 他說沒有關係 我的弟兄都是這樣做 然後到了一個綠燈 他就突然停下來了 那顧客就說 這個是綠燈啊 我知道是綠燈 但你不要忘了 我的弟兄是闖紅燈的 所以我必須要小心 所以我必須要小心 有時候有些人看到 聖經對於婚禮的教導說 這個時代太古老 太世代古了 沒有關係 你不需要照他的 因為我的兄弟都不聽這套 但是大家要知道 非常清楚的 紅燈就是紅燈 綠燈就是綠燈 如果紅燈不是紅燈 綠燈不是綠燈的話 這個世界會變成一個很混亂的世界 我們先來講一下 在一個約的關係之下 我們需要信任以及親密 就是約這個字 它好像很古代 但是約跟一個合同不一樣 合同就是法律上的文件 但是約跟一個合同不一樣 合同就是法律上的文件 你必須要簽約8萬萬的合同 比如說我們買一個房子的時候 你要簽好多好多的合同 因為它是一個合同 因為它是一個合同 你是一種交易式的 我給你一個 我得到什麼 所以你買車 將來買房的話 你都需要簽很多合同 但是約不一樣 約可能也有一些法律的文件 但是它比那個要多多了 聖經有新約有舊約 這是神跟人的一個約 是神跟我們中間的約 它是一個非常慎重的 以生命交換生命的應許 也就是說 我把我自己都擺上了 我相信您也會把你自己擺上 當神來尋找人的時候 神就是這個樣子 神說 OK 我最好的給你 我在神加上為你 I invite you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我邀請你 我邀請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擺上來 其實人生關係裡最有價值的 是約而不是合同 對方說 對方說 在我的學校裡 我跟我上面的商學院長 我們中間有這個合同 但是對我而已 我跟我學生中間的關係 是一個約的關係 你想想到你最好的老師 他所給你的是你錢買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把他自己最好的給了你 所以像這樣的老師 你也願意做最大的努力 但在一個婚姻裡 你非常重要的 你要了解婚姻是什麼 基本上婚姻最重要的部分是恩典 恩典就是你賺不到 比方說另外一個人的愛 絕對是你賺不來的 因為是用個人選擇給你的 它是一個禮物 就像一個好的老師給你的一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恩典最好的例子 事實上應該是婚姻 因為兩個人做了一個決定 把一生自己最好的給對方 為什麼人生最重要的關係上 需要約的關係 因為它跟愛有關係 在這個世界上愛可以形容很多東西 但是當希臘人講到愛的時候 有希臘的語言是眼紧多了 他們用三個不同的字來形容愛 他們稱為愛的感情 一個肉體上的性愛 就是那一刻當你發現你喜歡的這個人也喜歡你 那種感覺 基本上你的心份跟你的性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叫做Fileo 基本上就是詠儀 那個城市Philadelphia從這個來的 就是想像家庭 另外一個希臘就叫Agape 一個從神而來犧牲的愛 事實上聖經告訴我們 如果你跟一個人想要有親密的關係 你這三個都需要有 你需要兩次三個都需要 所以我要跟大家談論是第一個Eros跟Agape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有謎是什麼 So this sexual attraction is love isn't real it's a true love 我們這個享受體上的心 它是真正的愛嗎 你覺得是嗎 你覺得是嗎 No Not at all 完全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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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女生跟男生打的一樣 男生跟不打一樣 But it's exciting 是非常讓人吸一份的東西 I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r heart calm make you feel great And I don't So you know if you define this as this special feeling You know when you see someone that's really cute And you discover Wow they notice me Right And then And then And then You know It just sets off this chain reaction that's very cool 你會發現當你喜歡一個人發現這個人也注意到你 突然身體有一連串的化學反應 就是讓你心跳得很快非常的激動 We call this falling in love 所以我們就說戀愛了 Yeah So this is first mutual attraction Right 代表相互的吸引 And of course If you're attracting someone You're going to affirm them You're going to say Hey You know You say something nice Right 所以當你吸引到意思 你就會跟那個人表明一下 And you express approval Right You know Not right away Not the most obvious But you'll be subtle about it You'll say You know You show them You appreciate 可能不見得很明顯 但你讓這個人知道 你很欣賞這個人 And if they have some concern You care about it too 如果這個人有一些什麼負擔的話 哎呀 你也會非常的注意 And if someone you want to care about you And appreciate you Well then you have gratitude 所以當你發現這個人對你有回應 而且對你有很好的反應的話 你就會覺得非常感受 You appreciate them back And then there's this blessful preoccupation 然後哎呀 然後你就更加地回應 這個你們兩個就好像進到了一個天境一樣 You know You're working But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words You're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said And what she really meant What it means about my self-worth 在工作的時候我身上也常常在想到他 想到他對你的評語 然後想到自己的價值 It feels good 感覺到很好 Highly electric 然後就好像觸電一樣 我們中國人是講觸電對不對 觸電 Right 是不是 我們要觸電 Right I'm a Tesla I can have to get me charged by luck 我們像電車一樣 那種電才能動 Yeah So what it's I think it can be quite You know Look at the process Right The affirmation The caring The appreciation Those are all good things No 你看整個的過程 這些講的都是很好的東西 Those are not bad things 這些不是不好的東西 I don't think they're illusionary 我並不覺得這只是我們的幻覺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 with just this kind of love 但是如果光有這種愛 它是有一些缺陷 You know It's a fuel supply problem 問題就是說你的燃料的供應的缺陷 You know That's very good Yeah So So You're right I mean This is like a fire starter You know When you light a barbecue You put a fire starter And you light the fire starter Right 比方說在做燒烤的時候 你有一大堆的炭 但你先要放一些易燃劑 對不對 這個好像是那個易燃劑一樣 Right It starts the fire 它是使火能夠開始 But you can't cook on易燃劑 但是你不能光用那個來烤 You need something else Right 你需要別的東西 It's not that it's wrong It's just The super intensity That's a relatively short half-life 因為如果你光靠這個吸引力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吸引力活得不長 And this word habituated Meas it becomes You know Normal habit Right You know 過了一會兒你就習以為常 You know You can't just run on automatic You know You can't just run on automatic You know It may sexual stimulation 可能這個感覺漸漸會往下走 Yeah So you need more than this 所以絕對在一個關係中 需要超過這個 這個不夠 So I'm going to go down to this What the Bible spent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love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聖經怎麽樣講到愛 This love is Let me for example The 方說 雅約善一書第1章第3章16節 主為我們舍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 Okay So just passing that one minute If I were to ask you What is lov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is concept of love What would you say 如果我問你說愛 其實愛中的最重要元素是什麼 你會怎麽樣回答我 捨棄 愛是捨棄 愛是犧牲 Right If you think about your life Think about someone that you know loves you Could be a mother Could be a friend Could be a parent How do you know they love you 在你一生你想一想 現在就想一想 誰最愛你 可能是你的母親 可能是你的父親 可能是一個人 這個人 你怎麽知道他是誰 你怎麽知道你被愛過 是不是因為他們付了代價 We measure love more by cost than by benefit received 事實上當你衡量一下 一個人有沒有愛過你的話 你不見得看這個人付出了多少 你不見得看你自己得到多少 最重要是你看這個人付出了多少 For example Very rich people They have kids They give their kids lots of money But that kid may not feel loved 給你一個例子 很富有的人 他給孩子很多的錢 但他的孩子並不見得 可能他們感覺到 反正老爸一大堆錢沒有關係 當你知道自己被愛的時候 通常是你知道那個人為你犧牲過 And it says God is love We say God is love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神就是愛 但我們怎麽知道神就是愛呢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God died for us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聖經告訴你 神為你死 That's how we know love 這個就是愛 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前 我看到這個就更名多前書的這一段 It's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passage about love in the whole Bible 我想整個的聖經對於愛的描述 這可能是最有最著名的 愛是恨求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得不彰晃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知悉 這段是不是很美 常常在婚禮下我們聽到這一段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說這個怎麼會是愛 激情在哪裏 激情在哪裏 愛是不嫉妒 不嫉妒還是愛啊 I thought you know But the Bible is very focused definition of love 聖經對於愛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定義 愛是關係性的 愛不是自我中心的 你看他這裡講的不是自我中心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欺慮的益處 不欺慮的益處 因為在我們自己覺得最不可愛的時候 是最需要愛的時候 Is that true? And this love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earn 而這個愛不是你能夠賺來的 But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self-worth You cannot get by achievement 但是任何其他的東西 包括你的成就 都不可能給你這個感覺 I feel good this morning Not because I am particularly achieved something But because I woke up this morning I know God loves me 我今天早上一醒來 覺得自己很可愛 不見得是因為我做成了什麼 而是我知道神愛我 And we all need that kind of love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這樣的愛 So here's another definition which I like 還有另外一個對愛的定義 我非常喜歡 Actually we learned this together When we were doing pre-marriage counseling Before we got married 這是我們在結婚之前的輔導的時候 別人告訴我們的 He says love is a commitment to extend yourself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愛是決意 延伸自我為仗義別人 There are three pieces to this definition 所以在這裏有三個重點 Love is a commitment 第一個 它是一個決定 See it's not just a feeling 所以不光是感覺 It's a decision 它是一個決定 You know we think that falling in love You know we're falling Oh I'm falling in love You have to be losing control or it's not real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愛 必須要是一個自己 不能控制的一個感覺 才是愛 But the Bible loves the commitment Meaning it's a decision 但聖經告訴我們 愛是一個決定 In spite of feeling sometimes 不論你的感覺如何 你決定要去愛 And it involves sacrifice To extend yourself means to sacrifice 第二個延伸自我 代表是犧牲要付代價 But it's not just a decision to sacrifice It's also for the benefit of someone else 她不僅是一個決定要犧牲自己 但一定是為要照義別人 Yeah some guy said I love this girl So I'm under her window I say I love you Watch me I'm gonna kill myself If you wouldn't know 有一些男生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弄得極端 就是說我愛這個女孩子 如果你不愛我的話 我就自殺給你看 自殺給你看 It's not love Because it's not for her benefit Well maybe it is But generally it's not for the benefit So this love is elevating It's transforming It's life changing If you have been loved like this It's transforming It's what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如果你得到這個樣的愛的話 你的生命就會不一樣 不被改裝 Greg Lou Guinness was a diver He was a gold medalist Olympic diver for the U.S. 在美國的跳水 男子跳水 In 1988 He was at the Olympics And he was a world champion But when he dived One of his early dives He hit his head And the concussion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在1988年 他是美國跳水隊 雖然他那時候拿到世界冠軍 但是在奧運的競賽的時候 他前面一個跳水伸到他的頭 And he kept diving 但他還是繼續地在跳 And he won that event goal 到最後他真的得到的金牌 And in the next event He had one dive left And he was behind another candidate 就是他還要跳另外一個跳水項目 這是最後一跳的 然後他是分數比另外一個人低一點 And he dived almost perfect dive And he won by a small market 他跳了一個完美的 非常完美的 結果他贏了金牌 And when they asked him What were you thinking When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Making that last dive So有人就問他 當你站在跳水台 就要跳之前你在想什麼 He said I was thinking No matter what happens here My mother loves me anyway 他就說我不亂跳的怎麼樣 我都知道我媽還是愛我的 So if you have been loved by someone No matter what It really is life transforming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你那樣的愛愛你的話 你的生命會被改裝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Was a very famous poet And writer in English history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詩人 叫 Elizabeth Browning When she was courting her then boyfriend later husband Robert Browning They wrote many love letters 當 Robert Browning 那時候還在跟他約會的時候 他們中間寫了很多愛的詩 And some of these love letters There are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Writt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我們就發現他們這一些信件 是美國文學裡最美的一些文學 But one of the things she wrote In one of these letters Really stuck with me 但其中她有寫的一封信 這個女的所寫的 讓我非常地震撼 She said love me Not for what I do But for who I am 她說我希望你愛我 不是因為我能做什麼 而是因為我 你才愛我 You don't get this feeling You don't get this feeling You see when you're first attracted to someone You can say Well I'm attracted to her Because she's cute Because she's smart Because she plays the guitar Because she has dimples 可能你一開始喜歡一個人的話 你會想到 Oh 這個女孩她長得很可愛 她很聰明 很能幹 她還會彈琴 還有可愛的就我 But that cannot be where it stops 但是如果你的愛就到此為止的話 Because maybe somebody else will come along 不一定有另外一個人 What if somebody else plays the guitar better 也許她的琴彈得更好 Maybe they're smarter 也許更聰明 Maybe they're cuter 也許更可愛 Then what 然後呢 那怎麼辦 And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That love needs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 say to yourself You know I love her Not just because she's all these things But because she's mine 當了有一點 你必須要做這個決定 我喜歡她 不是因為她有這一些好處 而是我喜歡她 因為她是我的 Because I want to know and be known 因為我要認識她 我也要她認識我 And because I want to give this kind of love I want to receive it in return 因為我要給她這個樣的愛 我也要她以這樣的愛愛回我 If you are loved by such a love You are a very fortunate person 如果你曾經 如果你有這樣的愛的話 你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 Because it changes your soul 因為這樣的愛會改造你的靈魂 Because love you cannot earn It's not because you're smart Or you're good You're bright And you have it 這個愛你賺不來的 不管你有多聰明 有多能幹 你賺不到這樣的愛 It depends on someone else's decision 因為是另外一個人的決定 And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We have been loved like this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愛 我們是很有福的 And in fact This is the love that actually This is the love which God loves us 因為神是以這樣的愛來愛我們 So let me talk a little bit I have 25 minutes Let me talk about sex 我們現在只有25分鐘 所以我現在會很快地轉到性 So what does sex have to do with all this dating stuff 性跟愛中間有什麼關係 You know remember we need to know and to know 我剛剛講到我們人深處有這個很大的需要 就是深深地被認識以及認識 But you know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imacy and sexuality 心裡的關係跟性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嗎 有關係 There must be some relationship You don't just sort of be intimate with anyone And hopefully you don't have sex with just anyone 一定有一點關係吧 因為你不可能跟很多人有這種親密關係 希望你也不是跟很多人有這種性關係 Yeah You know it'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事實上他們的關係應該是很親密的 Because you're very vulnerable You know when you're naked you're vulnerable 因為當時一個人赤裸裸的時候 是覺得非常的vulnerable 很好笑很軟落 And the Bible says The Bible says Tain deep down there's a great hunger for intimacy 因為人的內心深處你真正要的是那種親密 You want to know and be known 你需要一個人深深地認識你 你也認識別人 你心裡最飢渴的事實上是屬於一個什麼人 But you know we often settle for something a little less like sex 但有時候我們就覺得那個得不到有性就可以了 But sex is not a way to achieve intimacy It may be a good way to express intimacy But it's not a way to achieve it 但你知道性沒有辦法給你那種親密的關係 而性在親密的關係中間可以有性的關係 可以表現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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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today's culture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ex And far less Asian 但在現代的這個環境裡面 性泛濫 但是愛並不足 You know this idea of flesh of my flesh Bone of my bone 這個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That is talking about a one that's much safer than the physical 因為他所講到的這個合一的關係 不僅是肉體的關係 The American author Robert Bell says this 美國的作者Robert Bell這個要說 He says it's easy to take off your clothes 把衣服脫了並不困難 But opening up yourself to someone 再把自己對另外一個人心裡完全敞開 Letting someone know your deepest thoughts hopes, fears, and dreams 讓另外一個人知道你深處最大的盼望 最大的夢想、最大的期望 That's really being naked 這個才是真正的赤身露體 And we really actually want that 事實上你最要的是這一個 So to be naked and not ashamed And to know that we are embraced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Right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ubject of sex It's a sort of intense passion But also oftentimes a sort of great agony 事實上當我們講到信的時候 它會給你的心裡有很大的激動 但通常信也可以帶來很大的痛苦 Richard Winters who is a Christian psychologist And he has a very good talk from the Labrie Ideas Library which you can find 我們真的很推薦大家聽一下這個 叫Richard Winters 如果你想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Richard Winters 你可以叫Labrie Labrie Ideas Library 如果你上去的話 Richard Winters有一個很大的演講講到信 他在那裡講的這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好 If we want to know what is sacred in the world All we have to do is to see what is most violently profane 讓我試著翻譯一下 如果你想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是最聖結的 你就看一下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是最被糟糕 Very good That's really good I didn't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 在這世上很聖結 很好的東西 yet can become so profane I�si She can become so profane cameraman Because if we don't follow rules then we find that every depravity shows up 你就會發現人家裡面的那個誤會 就全部都泛濫出來 我們花很多的時間 學習技術來學習技術 我們花很多的時間 將來做一個工程師 或者一個會計師 但是我們卻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來研究一下 跟我們快樂不快樂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聯 關於愛和性 很多人都幾乎不知 關於愛 關於性 有很多人對它一無所知 但是聖經講到這兩個題目 我們講了很久而且很多 性是一個很大的激情 會帶給人很大的快樂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 你的身體告訴你一些信號 你周遭的文化 你自己的經驗 在整個這一片這些聲音裡面 你怎麼樣航行 對 怎麼樣航行 對 怎麼樣航行 就是一個生理上的需要 餓了就吃 所以 《Bloodhound》 《Bloodhound game》 他們有歌曲 有一首歌就是這樣講 《Bloodh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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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一些指南的話 通常你就自然因為這樣 因為它讓你覺得很舒服 我們可以有安全的性關係 像這種它更不能算黃色雜誌 你去買菜的時候都是這樣的雜誌 你到底聽什麼聲音 性有時候一方面可以帶來很大的快樂 但一方面可以帶來極大的痛苦 尤其是性暴力 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比方說公外性 對性方面的一種 大家都知道 性 trafficking 尤其中包括說有一些女生擔心自己的體型就有一種飲食上面的一些問題 貪食症或者是巨食症 什麼叫做性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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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翻譯了性癮 癮 癮 謝謝謝謝 癮性癮 什麼叫性癮 癮癮 癮 癮癮 癮 癮 而常常癮君子自己不承認自己上癮 性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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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關於黃色法治 當我長大的時候我們沒有網絡 現在網絡到處都是 這是給大家的一些統計 大家可以看是這一個人所寫的這個書 這是九年以前的數據 所以不是很… 在美國整個黃色工業 它已經超過了任何的運動工業 已經到了好幾十億 每年有約4.2萬個網絡 每年有約400 Hollywood 電影 有約11,000網絡 你不能想像它有多少的網站 在好萊塢只拍了400個電影 但是黃色的電影卻有一萬一千個 一開始接觸黃色 那個時候統計是11歲 八到十六歲 百分之九十都上過這種網站 在美國十三到十六歲的孩子 差不多 out of 1,000 這裡有很多很多的統計 在以前用這個網站通常是比較年輕 現在年紀大的人用 色情網站不僅是異性網站 包括統計系列 包括兒童 包括各式各樣奇怪的東西 在統計裡 基督徒 百分之七十的基督徒 事實上都要對這個東西有掙扎 不僅是男性來看色情網站 但是有些女性 大部分都是男性 但女性也就覺得 但女性看的是比較有一個故事 在後面 到底色情告訴你什麼 她想要告訴你什麼 可能她給你的第一個聲音 就是她反正也沒有任何的害說 而且她可以教育你 第二就是你不需要進入人際關係 就可以有幸 就是單獨一個人有幸 沒有問題 如果你需要找一個一輩子 就跟這個人在一起 實在是太老舊 太無聊 性能應該都是非常讓你覺得很震撼 而且最好的性能發生 就是不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打滾 到底色情要拉著你去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色情 因為真正的人際關係是很困難的 在一個真正的婚姻中間的關係 你需要下功夫 人有情緒 會吵架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一個幻想世界 你就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你可以釋放 但是你沒有責任 對很多人而言 它也是一個逃避問題 然後他們學會早上的婚姻 然後這就是一個方法 來通常在一個人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會覺得這個是給他一個 釋放輕鬆放鬆的一個方法 但是色情有什麼問題 第一 它會傷害到真正的人際關係 因為它會使一個人在人際關係上不願意成長 因為人可以創造他自己的幻想世界 第二 它是很自我中心的 因為如果你跟一個真人在一起 你還要照顧到他的情緒 在色情雜質的話 就是你來找的 這是一個非常自我中心的行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使得你對於性的一些刺激不穩定型 使得你一個人 只有某些東西讓你覺得會刺激 然後這個 他們越來越定型 第三 它會上癮 而且你會覺得這個刺激要越來越大 還有最可怕的是 它會摧毀你的自我形象 因為當你知道你自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時候 你自我價值會降低 而且它會大大影響到你將來交友的情況 對大部分而言 只是想到男士 在你的婚姻中 你會傷害到你的妻子 我們想要從這個色情的雜誌 或者是網站要學到什麼功課呢 如果在性上面放育 照著你自己的胃口而走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帶來很大的摧毀力 對於聖經對於性有什麼樣的教導 聖經對於性有什麼樣的教導 我們問一些年輕人 聖經告訴我們 信有哪一些教導 年輕人就說 就是不要 不要做 不要講 但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聖經事實上對性 它是非常正面的 聖經事實上有一些經文 你讀了都會臉紅 比方說是雅歌 但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這是神所賜給我們一個 非常有力量和能力的東西 像火一樣 當火在一個火爐裡面 它會使得整個的家都溫暖 但是如果像野火 就像現在在Yosemite 那個已經 18萬英里都被它燒了 所以聖經有一個很擁有的河流來形容 如果你不控制好 它會泛濫 所以聖經給我們一些關於性的指南 性什麼時候是好的 當它在約之下 它就是好的 性是好的 當你不是只要滿足自己 而你知道你是要複舍 它不是一個人複舍 它是讓你覺得另外一個人是多麼的美好 旧約聖經告訴我們很多 我們在性上面不該做的 沒有不適合性 無不適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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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像樓梯 它是像樓梯 像樓梯 像樓梯 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安全 它給了很多這些指南 主要的目的就是 給你一個界限 給你一個保護 給你一個渠道 讓你知道應該怎麼走 今天人們看了文化 看了這些 覺得這個怎麼走 但是聖經要我們知道 性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但是聖經要我們知道 性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在聖經寫的時候 那個時候特別強盜人需要結婚 因為如果沒有家庭的話 一個人就不知道怎麼定位 但是在今天 聖經同時也教導我們 無論你結婚 無論單身 都是神所贈喃的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性是好的 雖然它是好的 但我們不能掌控 我們都可以掌控 我現在講最後的題目 現在的年輕人的一些觀念 何必要結婚 只要住在一起就可以 總是要試試車 否則你怎麼知道 你們倆合得來呢 事實上 我今天要給大家的統計 是在《紐約時報》 你知道是很最近的 這個作者不是基督徒 她只是做一個研究 她要研究一下 當兩個人婚前住在一起 或對於離婚率有什麼影響 當她做了這個統計跟研究以後 她發現如果兩個人婚前住在一起 事實上 他們的離婚率會比兩個人沒有住在一起更高 大家覺得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結果從哪裏來的 這個結果從哪裏來的 如果你看一下 兩個人的同居跟婚姻的關係 比較一下的話 事實上 心態是非常不一樣的 兩個人住在一起 有一種商業上的關係 顧客的關係 有一個很有名的秘密 牧師叫 Timothy Keller 他這樣講說 在兩個人同居的關係裡面 就是我是一個顧客 你是一個賣主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賣著我的東西不夠好 我就走了 因為我的需要 要比我們的關係更重要 有些人說 住在一起嗎 才知道我們倆合不合適 事實上 她只是真正的意思 就是我跟你試試看 你夠好 我才跟你結婚 如果兩個人都這樣講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就好像你隨時隨刻都在面試 都在試鏡一樣 你好像一直不停地在被對方面試 如果人家覺得夠好 才顧你不好 所以當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的 你就一直在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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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性只是一個 市場推銷 只是一種推銷的方法 難怪說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進入婚姻的話 婚姻不會好 有一個女的 她有面試一個女的 她跟一個男的同居了三四年以後又分手 她說 我為什麼要跟她分開 因為我實在受不了 天天都要在那推銷自己 使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她的妻子 在那種情況之下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這個人讓我感覺怎麼樣 如果這個人讓我感覺不夠好 那我就走了 她的心態很不一樣 但在婚姻當地有約之下 我們倆同意我們都要改變 因為我已經跟你有謀約 而我們之間的關係要比我個人的需要更重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關係可以改造我 塑造我成為一個我該成為的人 如果兩個人都是旅約的人 如果你們有約的話 就會有一些很美妙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們有約的話 因為在這個約之下 它是以恩典為中心 一個安全當中 你可以自行 你不需要再推銷你自己了 你可以真正地把自我表現出來 你把自己敞開 如果你們兩個不僅是因為你們的感覺 而是因為你們的約還守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當你們經歷一些挑戰的時候 你們的感情會更深 所以當這兩個人有性關係的話 它只是以性來表示你們之間的關係 這兩個心態非常不一樣 雖然我們在找到一個美好的愛的關係 但我們常常看到的都是這樣大翻車的可怕情況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在我們今天的文化上有很大的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對愛的誤解 你已經感覺到愛只是一個感覺 是你不能控制的 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感覺 那你就不再是戀愛 但這是假的 這是錯的 愛也是一個決定 愛包括犧牲自我 而且是一個給的行動 而你的焦點是在別人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於性的一種混淆 我們要的是親密的關係 但我們行出來的只是性關係 而且這就帶來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把愛情理想化 什麼叫做偶像 就是把一個好的東西變成一個忠喜的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至上的一個東西 事實上 聖經告訴我們 您心靈深刻最大的飢渴 就是渴慕那個創造你的主 但常常當我們搜尋的時候 把另一個人擺在那個地方 把你一切的渴望 一切的渴望 一切的期待 放在這一個人的心上 如果我找到我靈魂的伴侶 我找到我那個唯一的真愛 如果我能找到他 我一切問題解決我 因為他對方我心靈的空虛 讓我的生命因此就有了目的 有意義 我就真正找到我自己 如果有一個人深切了解我的話 但在那時候 你能提升你的想法 到一個不堅持的程度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想法的話 那個你所尋找的人 你就把他放在一個牌子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爬得上去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個家偶 這個人都沒有辦法承擔你這樣的期待 因為你的期待太重了 這個人撐不住的 因為你的期待太重了 這個人撐不住的 我們現在快要結束 我們就快 最後的一點時間 看一下今天我們到底面臨什麼問題 第一個 就是關於性的激情 我們怎麼樣地來面對 第二個 可能從以前破碎的關係中間得到痊癒 可能最重要的是在神那裡找到你自我的價值 而不是在一個人的身上找到 是不是 花一點時間來想想 我希望這個週末我們在這裡 你能夠有行動往前走 你承認 接受你自己的行為 我相信在這裡 我們人的一生在這一方面都會有一些傷痕 如果你活得夠久 你身上一定會有傷痕 所以 當我回想到我過去 可能讓我最難過的 不是別人怎麼傷害我 而是我怎麼傷害別人 希望你花點時間來想一想 然後 希望你能告訴神 希望你能告訴神 我需要幫助 我需要幫助 我需要得到聖明 因為我自己幫不了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幫不了我自己 它是很久的時間 聖經病 我最後以這個經文來做結束 以賽亞護第十八章第一節 神對祂的子民這樣說 神對祂的子民這樣說 我們來評評理 雖然你的罪如珠虹 我必把它洁淨如乾雪 雖然他們叫埃卡主義 I say it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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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ill be like I will 你的罪無論是多麼深 無論是多麼可怕 神都可以把它洁淨如白雪一樣 When it comes to the area of love, of sex 當我們講到愛跟性的這一塊 You just pray, just open your heart to God 請你向神敞開,把這個交托給祂 Because His love is really what you're looking for 因為真的,你所找的是祂的愛 I just pray, just open your heart to Him 我正希望你們把心敞開來得到祂的愛 我們來報告 So we just thank you for this weekend So we thank you for this weekend I hope that as we open our hearts to you 當我們把心向你敞開的時候 You would speak to our innermost needs You would speak to our innermost needs I just pray for especially all the young people here 我會在座所有的年輕人禱告 Or at least, sometimes the search for love Things like a really tough church 有時候我們覺得尋找愛的這條路好難啊 I just pray, Lord, that you would just speak to each of us 主求你在這裡向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We would be able to open our hearts to you and your love 讓我們能夠把心敞開得到你的愛 I praise to Jesus We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So I think maybe we should just If you want to chat about anything We're here for a few days You're very welcome